小菜的歐不入開箱 哈囉各位 歡迎收看小菜的歐不入開箱 這次要介紹海賊王景品FDS的第三款羅賓 那它的盒子的設計風格呢 跟前幾款的設計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喔 只是那個羅賓那個實體的樣子變更不一樣 這是換成羅賓的樣子而已齁 那這次的羅賓呢 其實它的面相看起來 讓我跟女帝分不太清楚它到底是羅賓還是女帝齁 那廢話就不多說了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盒子的四周的樣子吧 好 好的東西都取出之後呢 分別有羅賓的頭 然後它的上半身 以及它的下半身 跟一個很像巧克力的底座 那我們就來組裝吧 好的組裝完成了齁 不知道我這一隻是蝦吃還是怎麼樣齁 那個上半身跟下半身的安裝方式 我不管用吹風機吹 然後硬塞加藍釘膠都沒有辦法塞到底齁 所以最後呢我就是把它 下半身的那個裝給強制破壞掉齁 那因為是強制破壞我就沒有細拍了 然後就可以裝進去了 可是變成說圍裙子這邊還是要加一點藍釘膠 不然它會倒齁 然後底座的部分呢 如果是裝在左腳的 欸應該說右腳 右腳這邊的話呢 我這隻公仔會重心不穩齁 一直往前倒 所以我就給它裝在右腳這邊 可是還是很不穩齁 因為前面太重了 它會一直往前面倒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細節的地方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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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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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